從八旗一路下到積棋 沿途的海徐地形 眉目都是最好的山水畫 走在台徐一線上 石門遊氣區 是個很容易被忽略的景點 但來過的遊客 都會對這裡的景色流連忘返 真是非常漂亮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是石門洞區 那在這石門洞這裡 有很多很多的海石洞 像我們現在 進到的這個海石洞 它非常的特別 當然除了它小巧玲珑之外 就是它的名字也很可愛 叫做麻糬洞 你會發覺它的洞口 有那麼一點像是一個 軟雕的麻糬 因為就帶有這個 弧形這樣的一個形狀 那另外也有人說 這個洞有點像是 某個知名廠牌的小汽車 看一看 還真的有點像 這大概是我看過 最動如其名的海石洞了 不過我想百年後 這台車可能就會變成 另外一種樣貌 大自然的龜幅神貢 真的能讓原本平靜的景觀 多了一些巧合之美 真的很喜歡來海邊的感覺 總是覺得心情特別的開闊 尤其每次到東部海岸線 然後看一看這個海 真的覺得台灣無處不去迷境 那說到水門洞這邊 它開發的時間已經滿久了 直到最近它又重新爆紅 最主要就是有一部電影 在這邊拍攝就是沉默 那當時他們攝影師說過這麼一段話 他說台灣的東部海岸線 你機器隨便那麼一架 你掃過的每個角度 就是最美的構圖 相信東部海岸線帶給它 非常多的感動 而它也給予東部海岸線 幾個高度的一架